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狗 今天是5月11号 今天咱们来龙眼地这边看一下 顺便修剪一下这个新烧 这些是我前几天剪的 就是它第一烧老熟了 咱们剪 让它触分枝 尽量提前剪 它有这么长 你竟然就可以剪 然后就触分烧 咱们是4月 咱们是3月20号 22那时候假接的 现在到现在快50天了 然后有一些没有活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就是没有活的 它的大只假接 大只假接尽量你们是斜着签 一定要这样斜着斜着下来 这样倒水的 龙眼不用倒水汁 这样它 因为它的皮是这种皮 它不像荔枝 荔枝 荔枝就要斜 这样斜 还要放倒水汁 然后我看到 好几 看到发现一些那些 假接师傅没有 假接没有活的原因很多 现在咱们看一下 这种包的不是很紧 太松了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里 一碰它 它这个是歪的 它这里没包紧 没拉紧 要包紧 要拉紧 你看很松的 这根也是 你看这根也是松的 这里一摁它 你看活的这种就很硬的 大家看一下 你看即便是怎么推都推 它这里不怎么松动 它这里包的很紧的 据说这种是气连接的 它这个可能轻荷性没这么好 它这种就长得弱一点 你看气连接的 到现在一年了 还是这样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包的时候 一定要包紧这里 不包紧的话 真的是一定要拉紧 用那种薄膜0.8C 0.9C的那种 那种韧性比较好一点 它这种就太松了 大家也看到了这种 然后再拆给大家看一下 它有没有对准形成层 你看就是太松了 基本上没啥的 它 你看还是 削的还是可以的 比较长的 大概两节手指这么长 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这里对准的话 它刚才它是对准这里 你看这边 一般是皮跟木质布分离 这里就是形成层 这里长一伤 就这里 大家看一下这里 它现在的话 它对准的是这里 还是不太准 而且它包的太松了 也还算可以 对 它对准的位置还算可以 就是它包的太松了 没靠紧 所以它这里长一伤的时候 没有紧贴它这里 所以它这个就火死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一点 一定要包紧一点 今天咱们就讲一下 这个没有存活的一个原因之一 还有呢 就是要修剪一下 长新烧了 快老熟了 你就打顶 让它触分支 今天呢 咱们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